在加拿大文革华这个沿海的城市 聚集着来自于世界各个角落的人们 一同构建了这个多文化的城市 而生活在文革华的人们也是非常幸运的 不仅可以结交异国的朋友 了解文革的文化 同时也可以品尝到世界各地非常充足的美食 大家好,我是盗福林的美食记者Huby 我来文革华有五年了 我的主意是Huby 平常大部分时间也都会用在艺术创造上面 所以我特别喜欢接触各种新奇的事物 同时作为一位资深的吃货 我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探索美食的脚步 哈喽大家好,我现在就是在一个渔船上面 很幸运呢,现在这艘渔船准备 刚刚好准备出去打捞 然后他允许我们上来 就是稍微简短地拍一下 拍摄一下就是渔船上面的样子 那我刚上眼子看了一下 其实我觉得他们每次出去打捞 可能都是要 应该是至少两天以上的时间 所以呢,他们这个渔船里的设施也非常地挺多 他们有自己的小厨房 然后这边是卫生间 然后这个是简易的小桌子 然后这边有床 然后从那边看到呢 是一些鱼竿 是他们在船上的一些休闲活动 我觉得应该是 然后呢,这位渔夫他刚刚正在外面准备食物 他在准备螃蟹的一个大黄 然后在里面放上很多酸鱼的新鲜的肉 然后当幼儿 当然了,生蚝也是从这个渔船上面捕捞上来的 他们每天都会带回来很多新鲜的生蚝 然后再转卖到市场中去 大家好,我现在在的位置呢是 马上海岛上面非常敬意的 咖啡市场 第一次来到这个市场就被他们这个市场的白色 然后这些现役的 然后信息 但是最主要的目的呢是想带大家来看一下他们卖海山品 卖生蚝的现场 那现在行 我先走吧 因为洛工华是一个非常多油耗的城市啊 所以这家店的老板们是在一本市场的 因为我常常过来买海山品 所以跟他们还算是蛮处 看一下这边 好新鲜的海感哦 可以看一下 这些很多鱼都会处理好的 但是像海胆这种东西都是没有处理好的 这样的 可是刚刚把它打开 然后里面的海胆很新鲜 非常好吃 像这种东西太大了我就很新鲜 现在到这边就是生蚝咯 很多品种有没有 这个生蚝呢是我们常常吃的 也是我们在Cardino厂厅这次 这个是适时的品种 可以看一下 它颜色比较浅 大小也稍微比较适当一些 那相对来说呢 这个生蚝就个子很小 那它的口感可能也会相对来说的稍微清淡一些 这种新鲜的已经就很大了 那你们的肉质肯定也非常大 非常饱满 虽然这边的生蚝比较有很多 但是其实眼睛也是很小的一部分 还有很多很多很多 大概十几个二十个 我们就好准备 我们都没有看到 生蚝的学名为牡蛎 又称海栗子 生长在温暖的南方海域 岛屿周围的海床极岩石上 形成胶壮物 每年清明世界蚝肉最为肥美 我国民间有冬至到清明 蚝肉肥晶晶的俗燕 高达57%的蛋白质 能给予人们一天的活力 因此 欧洲人相信生蚝能够壮阳 拿破仑征战沙场时 也是靠吃新鲜的生蚝来补充体力 可见生蚝的营养价值非常丰富 它的食用方法也是五花八门 可以作为开胃前菜 尝鲜生食 也可料理加味后作为主食享用 即马即食 味道更佳 我觉得呢 对于自身爱好者来说 生蚝其实就得生吃 而且还要跟着汁水一起吃下去 品尝它那种复杂的风味 很像是餐厅它处理好的生蚝 你这样直接一挑 好软好Q 可以挑出来 因为它们都是帮你处理好的 正常的生蚝呢 它这边是跟贝壳相连的 这个肉 是翻过来 其实打开 生蚝真正打开的时候 是这样子的 餐厅处理处理完了以后 它会把它翻过来 然后把这个圆圆润润的面 露在外面 好漂亮有没有 好啦我现在可以吃咯 好好吃喔 真的好好吃喔 口感非常好 而且一点酸味都没有 我们吃咯 吃咯 来 吃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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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咯 吃咯 今天我吃蒜蚝 我得有个体会 吃蒜蚝 一定要把甜酱 辣酱 芥末酱 三酱 二为一 吃起来 鲜鱼 鲜鱼 来 吃咯 咯 去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